而在因缘机会当中 得知了花莲县老人及家庭关怀协会 需要运输车辆和资源挹注 帮助更多的长辈 那么长期投入公益的知名企业品牌 贺仲企业 一号就捐赠了一辆富康巴士 给花莲老家协会 包含了市长魏嘉燕 先议员魏嘉贤都出席捐赠仪式 老家协会执行长蔡志全回赠感谢账 感谢贺仲企业对长者偏乡 就与接送服务的贡献 和泡砖引玉的爱心 为地方来继续付出 成立有19年的社团法人 花莲县老人及家庭关怀协会 草创之初两三年 辛苦目得一台专车接送 如今专车车铃已高达16年之久 面临太久换新 在应援计会下 长期投入公益的知名企业品牌 贺仲企业总经理王志耀 在花莲施工所协助梅河下 一日捐赠一辆富康巴士 给花莲老家协会 包含市长魏家彦 华联先运员魏家贤 老家关怀协会理事长杨洁 及执行长蔡志全都亲自出席 因缘际会我跟家彦的一个好朋友 就推荐了贺仲牌公司 他们来关心到老家这个区块 也知道老家做的非常非常多 所以就特别捐了100多万 来购买这样的一个车辆 那我相信这个车辆购买之后 不只是可以提供给 我们有需要的长辈 也可以关心到更多偏远地区跟弱势 没有办法被补助到的对象 那真的非常谢谢他们 我想老家从这个96年97年起 我们就在开始提供这个弱势长者 这个可能因为不符合资格 而也或许是因为经济能力不够 没有办法去搭买这个照顾专车的部分 的这些长者提供免费的接送服务 那因为车辆已经经过十几年的久远了 所以我们最近在劝募这样一个爱心的一个照顾专车 那透过市长 卫市长的这样的一个媒合 那我们有机会或者这样子 我想我们会把这样的车 除了对于偏乡弱势的这个长者的就医的接送 那当然我们会投入有行有余 我们也投入有关长照的这个部分的一个接送的服务这样 那在这里再一次谢谢这个贺仲企业 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么大营养的一个车子照顾专车 也非常感谢贺仲 那除了卖好水 那卖好的饮水机也非常有爱心 那在这边也希望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企业 都可以来帮助我们老家 我想老家在花莲在地很多年了 那他们做的一些事情 大家有目共睹 那其实真的非常的辛苦 那也缺乏很多的资源 现在目前已知的这些车辆 其实有的非常老旧 那也希望说刚刚在捐车这个仪式 也希望说能够有更多的企业 能够捐赠可能比较高一点的 可能兼具比较高一点的车 那其实第一是防 就是希望说我们轮椅组上车的时候 我们的老大人上车 他可能有一些比较高度的一些限制 那我们后面再推的 也希望说不会去撞到门 那我也会努力来跟我们很多的企业来募集 那也希望说未来老家在十三乡镇 都可以就是不用担心资源的匮乏 那可以持续的为我们老人家来做事 花莲县111年约有15,637人有承照服务需求 其中以花莲市4,150亿人最多 花莲老家协会除了提供送餐和经济辅助 也协助长者接送助医 为了让更多长辈可以使用照护服务 提升外出意愿 参与社区课程 长照专车的接送扮演着重要角色 花莲老家协会 花莲市公所以及出席贵宾 感谢贺中企业善进企业社会责任 让这辆崭新长照巴士 能服务更多花莲老大人 也缓解老家协会专车不足人眉之急 记者长包验环连事报导